大家好 今天星期六 那今天不談股市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怎麼清除這個浴室指滑貼的這個教學 那指滑貼 大家都為了怕在浴室跌倒 所以呢 都會在浴室貼一些指滑貼 但是呢 這個指滑貼如果你貼很久的話 因為它上面有一些水垢 久而久之呢 它就會產生一些黴菌 如果我們人呢 裸著赤腳站在上面 那很有可能如果腳有傷口 就可能跟這個黴菌結合 所以呢 這個指滑貼我們覺得 我這邊覺得說可能要定期的更換 那在這邊呢 因為指滑貼的更換並不是很容易 所以呢 今天做這個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指滑貼 呃 因為它黏在這個瓷磚 黏得這個 相當的緊 所以我們在清除之前 要先準備一些工具 包含了這個刮刀 然後這個螺絲起子 這個方便就是將刮刀的上面的這個殘膠把它摳掉 然後呢 除膠劑 這個更有效的可以把除下來的那個膠把它清除起來 還有酒精 那酒精是為了我們在施工的時候方便把這個 指滑地貼呢 可以比較輕易的把它鏟起來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殘膠 那這個殘膠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酒精呢 把它噴一噴 那這樣子 殘膠的部分就容易起來 好 接下來用刮刀把它刮除 很輕易的可以刮除 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容易 非常的療癒啊 好 刮除好它就會 這個膠就會結成一塊 OK 那接下來看一下 你看 這個地貼上面都是很髒的黴菌啊 真的相當可怕 好 我們在旁邊噴上一些酒精 開始刮除 噴上酒精之後這個刮除 就會比較輕鬆自在 你看 我們用這個半月型的刮除方法 左右晃動 左右晃動 就很容易刮除起來喔 如果你沒有噴上酒精的話 那刮除就相當的濕力 相當的費力 當然我們可以一邊刮一邊噴 這樣子更省力 來 大家看 非常的療癒 非常的狼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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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酒精可能清除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現在用除膠劑 我們把它噴 噴一噴 噴一噴 然後呢要靜置一些時間 大概是五分鐘吧 好接下來我們開始刮除 你看這樣子的膠 一下就清除的乾淨溜溜 而且可以把這個膠推到同一個 推成同一團 是不是非常療癒 是不是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一下 一下子 它就變成一坨 然後再把這一坨纏起來 然後我們再把它丟到垃圾桶 接下來纏了一下 纏了半個小時之後 你看整個浴室的這個 避貼呢 防滑避貼呢 都已經被清除的乾乾淨淨 清潔溜溜 欸這幾 這幾 幾分鐘了 幾分鐘了 我看 那一邊 都已經被清除了 都已經被清除了